中国是农业大国 而河南是农业大省 直到今天 不论是乡村人口数量 还是耕地面积 全国排名里 河南都名列前茅 如何把地中耗 靠的是现代技术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 中国依托建成投产 仅仅三年 我国第一台自主研发的 东方红商标的图拉机 从这里驶出 从那之后 东方红不断升级环代 用最适合的功能 满足不同农田的需要 在智能时代 无人驾驶的拖拉机 已经诞生 他们将帮助农民 在田间地头完成作业 夏季 河南的农田里 日夜无休 人们需要赶在雨水来临之前 把丰收 抢进粮仓 这是一年一度的卖收大战 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 可抵百人 四百多万台机器开动起来 相当于四亿人的双手 同时工作 仅区不到二十个日夜 河南全境八千五百万亩田地上的 苛刻卖粒 将被收集 晒干 正中归仓 卖收刚刚结束 就轮到深耕机 与播种机上场 他们相互配合着 深藩土地 拨下新的种子 河南的耕地 就在这行云流水的节奏里 为人们提供着 粒粒盘中餐 河南人 不仅耕耘家乡的土地 也有不少人外出务工 这片土地养育的人 对家乡的感情 尤其浓厚 多年以前 一批走出去的村民 回到雀山县的家乡时 带回了见识 还带回了至秦的手艺 如今 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中高端提琴 来自这里 平均每两分钟 就有一把提琴 在这里诞生 村民们用双手 制造提琴 过上了好日子 同时用琴声 奏向了自己 美好生活的乐章 黄河流域的文明 是农耕的文明 定居的文明 远远流长 因此 人们的生活 是在足足辈辈 留下的同一片土地 不断上演 身在河南 今天和过去的时空界限 能在瞬间模糊 于是 人们试着把河南人的 共同记忆凝聚起来 并在现代城市的郊外 建起一座城市 把这片土地的时空碎片 拼合在一起 农田铺满了原野 这是每一个造访者 进城前 必须穿越的景观 泥土上是小麦 是高粱 飘着数千年来 不变的香味 城墙 则是土夯的 跟数千年前那样 高大 厚实 说它是古老的 它又是现代的 进了门 就穿越了时空 二十一个剧场 五十六个空间 接近十二小时的剧目 同时演绎着河南 从古至今的种种片段 说它是虚幻的 它又是真实的 因为这中原的风度 文化的气魄 奔腾在河南人的血脉里 滚滚而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